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文表示说这样的发言很温暖 甚至还说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 很快就会看到了似乎双方再度释出了善意 好 不过我们看到呢 北韩一再的威胁要退出川金会 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是被美国总统川普先下手围墙 在24号就写了这一封很绝情的信 但是却又好像没有把话说死 就告知金正恩说6月12号的新加坡峰会先取消了 而且川普还在白宫亲口宣布 现在包括了北韩甚至东亚各国都对这场峰会的取消 感到非常的震撼而且讶异 但是就在同一个时候 许多媒体记者却刚在北韩 见证了这第一波肺荷爆破场面惊人 每次爆破地动天遥 北韩25号展开第一波公开的废核行动 山坡上的树木和土壤随着爆破往下崩 将隧道口完全封住 媒体才经过这番震撼洗礼 另一个震撼弹又来 川普在没有先告知日韩等友邦的情况下 公布取消川金会 还写了一封给金正恩的公开信 态度转映的川普不忘提醒金正恩 如果演变成军事行动的后果 北韩突然被告知川金会取消很傻眼 外交部副部长金桂冠表示极度遗憾 说这不符合朝鲜半岛人民和世界期待 还说我们给美国更多机会 只不过川普自己也没有把话说死 川金会真的话休止服了吗 一些小地方耐人寻味 新加坡的川金会媒体报名网站 一度关闭后来又重启 这代表什么 目前外界仍不得而知 东西文江一清和中综合报道 好我们再度插播最新消息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北京在今天传出金正恩即将三访大陆的消息 港媒认为应该是北韩之前没有主动向美国表态 要以驻韩美军撤军来作为无核化谈判的前提 也因此引发了北京的疑虑 而如今呢川金会疑似喊咖着下一步要怎么走呢 金正恩恐怕要当面请教习近平了 至于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这几天就会知道答案 好我们看到的确当川金会破局的时候 就是美国跟北韩关系恢复原状 持续对北韩施压的时候 尤其的美国五角大厦军方发言人 甚至在川金会破局的第一时间宣布 他说美国驻韩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对美国开战 但是我们来看看美国为什么敢这么大声呢 事实上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确呢 已经在这里部署了将近三万雄兵 就在两韩交界处叙事待发 那么其中呢我们要来仔细看看 这一支美军的王牌部队 也就是美军的第三步兵师 第一装甲旅战斗队 早在经文会之前呢 他们就已经到了韩国首尔的基地报到了 而说到了这一支第三步兵师战功标柄 他们又叫做袭吉哲旅 在韩战的时候因为反应快速 还被称为救火队 现在时隔68年袭吉哲旅再度回到南韩 恐怕就是为了随时开战做好准备 众所期待的川津会破局 美国军方持续对北韩采取最大压力 美国驻扎在朝鲜半岛的部队 已经准备好要战就来战 美军又如此自信 是因为自从韩战停战以来 就有大批美军在南韩 目前仍有包括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 约28500名美军驻扎 其中主要军力第八军团约19000人 就驻扎在距离飞军事区 仅40公里的首尔龙山区 在这上美军最近在南韩部署 萨德反飞弹系统 更让驻韩美军有能力抵挡 北韩的飞弹攻击 不过真的要让北韩文风丧胆的 应该是美军王台部队 第三步兵师袭击者旅 在今年2月冲返朝鲜半岛 这也是韩战结束以来 这支部队首次重回南韩 第三步兵师战功标柄 除了一战二战在欧洲战场抵御德军之外 由于在韩战期间的快速反应 因此有救火队的称号 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 各一路从科威特进攻伊拉克 挺进巴格达 影音网站上更有美国网友 拍到第三步兵许 在斯图尔特堡总部 整装待发的景象 超过千辆的装甲车一字排开 非常壮观 此外驻韩美军也在2月成立MQC 灰鹰无人机部队 提高作战能力 黄鹰无人机部队 能够避免平阳的 重要的兵力基础 在南韩的离码线 两个人 包括南韩的运动 如果全外战 在北京都被离开 不过根据美军兵推 朝鲜半岛如果开战 将造成大量伤亡 光是在开战首日 就会有超过数十万平民死伤 也会造成大约1万名美军受伤 美国陆军参谋长卖力更紧高 这将会是现役士兵 从未经历过的残酷战争 当然大家都不希望最后走到这一步 多次新闻 黄信席 中程节报导 不过这一场内战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攻斗戏码 就在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伊朗媒体曾经报道两颗子弹 恐怕是让这一位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遇刺了 甚至还说这两颗子弹很可能已经要了他的命 但是如今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已经有转环了呢 因为萨尔曼终于公开露面了 我们仔细来看看这张照片 其实就是萨尔曼在沙国的吉达萨拉姆公 主持了经济会议 他甚至还审视了 今年的第一季总预算的执行状况 那么他整个样子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异样 可是你仔细看看 似乎却又不同于以往的精神意义 好 我们看到 其实在传出萨尔曼预袭之前 他身影了超过30天都没有露面 那么外界就传出了 他应该是非死即伤吧 尤其在他身影期间 有很多沙国的王子们就呼吁了 赶快来直接推翻萨尔曼 要来抗议萨尔曼之前 对他们的清除异己赶尽杀绝 就连这一位萨尔曼的叔叔 也就是哈利德亲王也说 在王室当中的家族仇恨真的很大 也因此呢 从这一番话当中 外界就推测了 这次萨尔曼的预袭 恐怕不是宫斗的结果 反而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就让大家继续看下去吧 好不过说到了宫斗 其实不只是大陆有甄嬛传 在土耳其也有甄嬛传 剧情讲的是厄图曼帝国的宫斗 所以当我们在台湾追陆剧 在风寒流的时候 在中东他们风靡的 其实叫土流 也就是土耳其的肥皂剧 而且用全名追剧来形容 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 比如说呢 这一出叫做禁忌之爱 里面呢有不伦恋 有裸露的画面 甚至还有枪支 不知道被中东NCC罚了多少钱了 但是当年他们播出最后一集 当这个不伦恋的女主角 举枪自尽的时候 竟然创下73.7%的超高收视率 这恐怕让台湾的巴连党 都要靠边站了 也因此土耳其肥皂剧 在全世界的肥皂剧出口排名上 仅次于美国 而且还可以外销高达140个国家 每年创造3.5亿美金的产值 俊帅的侄子爱上了富翁大伯的冒美老婆 不顾大伯的养育之恩 两人发展了一段 不可能被家人接受的地下情 如此洒骨血又挑战禁忌的剧情 竟来自中东的土耳其 这出禁忌之爱 戏中争议的地下婚外情 反而演出了穆斯林世界 长期被压抑的情感 另外剧中主角来自上流社会 奢华的穿着家具摆设 也让一般小老百姓 一窥有钱人的生活方式 满足人的好奇心 巴勒斯坦女性从土耳其戏剧 学会打扮和穿着 当作从压抑生活中的小小解放 土耳其戏剧在民风保守的 中东阿拉伯世界也相对大胆 能够演出激情桥段 而观众也爱看 好几部土耳其戏剧创下了追逐风潮 席卷阿拉伯世界 住在巴勒斯坦西岸的这一家人 晚餐后守在电视机前 就等着看 土耳其肥皂剧 比起其他国家的外来剧 土耳其肥皂剧更符合中东地区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 像是家庭婚姻关 即使剧中出现了伤风败俗的剧情 但结局一定符合穆斯林世界观点 更容易引发阿拉伯民众共鸣 也因此土耳其戏剧 外销中东美国等等140个国家 过去十年来急速稳定成长 2017年创下了最高3.5亿美元的产值 土耳其戏剧成本高达25万美金 都是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扶持茁壮 更透过网络传播创造中东世界的软实力 都是新闻黄信息林培一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先发制人 抢先宣布川金会破局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白宫的礼品网站 其实反应也很快 志涵今天要带我们来看看 好多东西其实都打折求售 但是大家想要的这个川金会纪念币 不但是降价了 而且现在几乎买不到了志涵 好 没错 陈寅 我们马上带您看到这个网站 其实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他脑筋动得很快 当然他的这个白宫礼品部网站 其实他的脑筋也动得非常快 因为他昨天一宣布之后 有个东西就降价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礼品 包含这个川普的大头娃娃 大概是27.95 还有那个FBI的马克杯 上面也都有卖 甚至是空军一号的空服务员的娃娃 那么现在很多人在抢的是什么呢 就在陈寅的旁边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川金会的纪念币 奇怪了 川金会都要取消了 为什么现在还要来看这个纪念币 大家为什么要抢它 其实我觉得大家非常的聪明 因为见跟不见 其实都非常有纪念的意义 特别是这个不见的时候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不见 然后这个金币还做好了 那是不是有点讽刺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金币 我们放大一些来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币呢 上面就是分别是两个领导人的头像了 在我这一侧的呢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后面还有国旗 那么另外一侧呢 就是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后面当然也就是这个 朝鲜人民共和国他的国旗了 而旁边呢 其实我们再放大一点来看 它上面有写一个peace talk 就是在说呢 这个和平的会谈 这是专门为了这次的川金会 才做的这个纪念币 原本价格是多少钱呢 24.95美金 差不多是750块新台币吧 结果昨天呢 这个川金会一公布说破局之后 竟然来看到今日大特价 今天下大手手 对 马上打折 现在只有20块不到 20块不到 四价了多少 差不多台币600块钱 差了大概150块台币 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想买 并没有因为这个破局而不想买 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到了 其实见不见都有它的纪念意涵 所以现在还有人在开玩笑说 现在有这个纪念币 那会不会下次又推出一个 没有川金会的纪念币呢 然后还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川普不是写了一封信给金正恩吗 那里面要不要把这中间切一半 然后呢 信物就对了 对 一半给金正恩 然后一半自己留着 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再把它合起来 感觉还蛮有趣的 好的 谢谢志涵 所以我们看到呢 怎么搞的川金会没有开 反而呢 这一个纪念币是降价 而且大家想买都买不到呢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 在今天其实他也展现了诚意 盛大炸毁了风吸礼盒市场 而且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他还邀请了许多家的媒体来拍摄见证 甚至呢用炸乌龟 还有鱼翅汤 这些山珍海味来招待记者 那么这些记者们是搭乘时速只有35公里的北韩火车 花了15个小时终于抵达核市场 只是在爆破之后 川普又突然取消了川金会 所以呢当时有很多记者形容说 他们人在火车上啊 怎么办呢 CNN记者就说真的好尴尬甚至觉得不太舒服 因为觉得他们一秒变成了任职 北韩风吸力盒子试验场在24号关闭 美俄中英韩五国媒体也到场 不过对大批记者来说 这原本是见证历史的一刻 后来却猪羊变色 大约30名记者团先是从平壤搭车到原山 北韩饭店推出豪华大餐 款待这些贵客 记者们的推特上透露 有炸海龟 罗宋汤配白饭 还有记者说 午餐吃鱼吃 晚上吃螃蟹 配上银制餐具 又如王族般的待遇 而在二三日下午七点 记者们从原山站搭乘专用火车 在火车上记者可以睡觉 可以吃饭 记者们的核市场长征之旅 从原山站前往丰西里附近的在德站 距离416公里 但设备老旧的北韩火车 时速只有35公里 得行驶约12个小时 接着还要搭巴士转车到丰西里 最后走一小时抵达核市场 至少花上13到15个小时 而且过程还得被全面监控 而大车要前往丰西里和市场的途中 也是什么都不能拍 大批记者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 吃力地爬了一两个小时的山路 拍摄画面中还可以听到他们气喘吁吁的声音 最后好不容易终于成为北韩关闭核市场的历史见证人 不过就在回程的时候 见证人陷入人质危机 因为川普宣布川景会不玩了 整个记者团还在北韩官方的掌控之中 25日下午 人还在原声的记者们 就被禁止外出三个小时 网络连线也一度被切断 但北韩官方并没有解释原因 而两度遭北韩已读不回的南韩记者 在最后一刻加入记者团 心中如今应该是五位杂身 而被北韩居于门外的日本记者 或许心中暗自庆幸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董事新闻将一期许经报道 好来看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也会让很多亚洲人不太舒服 有一名住在美国加州的韩裔退伍军人 最近开车的时候 竟然遭到了这名白人妇女的言语攻击 除了嫌他开太慢 甚至故意拉眼睛 比出了咪咪眼 任务骂丑陋的中国人 也把这位韩国裔的军人 气得到禁局报案 这名白人妇女最近在加州蒙特利市 因为不满前面的亚裔人士 开车太慢而一再逼车 还一再进行种族羞辱 把韩裔的退伍军人詹姆斯 当成是中国人 这名韩裔男事后到警局报案 但因为没有人受到身体伤害 警方拒绝受理 他事后将这名大妈的车牌照 PO上脸书 还提醒以后在路上看到 这名种族主义者时 最好避开他 许多网友的回应 实在是太无理了 旅日的棒球明星羊带纲 阳光正面的形象被手游厂商向重 不但受邀担任代言人 还为游戏角色马超来配音 这副有磁性又坚定的声音 你是否觉得恶熟 其实这是旅日球星羊带纲 特别跨刀位手游角色 马超配音 听不太出来 那个是羊带纲的声音 不过蛮特别的 是那种角色里面的 很像是真的配音员这样 我觉得其实听起来蛮专业的 还蛮棒的 杨带纲担任游戏代言人 这次除了现声配音之外 也特别远赴日本 高规格拍摄电视广告 展现他的帅气音资 除了有杨带纲跨界代言配音之外 厂商也大手笔 找来许多知名的声优来助阵 就是希望让玩家 除了画面冲击之外 在音乐音效的部分 也更加融入其中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在北京的老胡同里 昔日的大宅门 如今烟烧云散 但是旧时的官府菜 却回荡在四合院里 最能展现出老北京人的气度 宅门菜呢 就是当年大户人家的家宴 当年非常浓郁的氛围呢 叫豆宴 他们家里的师厨呢 就会把自己最拿手的菜呢 呈现给他的朋友和客人 这样的话呢 他的朋友客人呢 品尝完了以后呢 回去会想 我也应该做点更有意思的菜 其日的大宅门 如今烟消云散 但旧时的官府菜 却回荡在四合院里 让老北京人为之着迷 这古色古香的宅门 是清朝时代达官写药 所居住的四合院 如今武汉吸引 现在已经变成 北京知名的怀旧餐厅 会有点就是像 活在古装剧那种感觉了 看过电影啊 然后看过那种小说啊 书我觉得有点那种感觉 大宗城 专门宅门菜二十几年 单抗菜刀 就能把这只拆到 骨肉分离 刀工心力至极 藕断丝连 力道拿捏 恰到好处 就不要记透 不要完全记断 它也是为了入味 再记刀 记完刀 这叫透刀 你看 然后记完刀以后 你看它反面没有 它应该是有这种小孔的 这家菜馆是清代 郑黄旗后一开设 宫廷宅门菜改走平民路线 千称小馆 贴近群众 怀旧氛围 带领顾客走进时光隧道 我们家的门堆啊 包括这些细节 都要诠释这个宅门菜的 在吃的同时 它一定有一个 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 耐人寻味的宅门菜 深藏在充满庶民趣味的 丝和苑里 历经岁月讨喜的老北京 总能展现不同的 迷人风貌 东西杨一平成风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我们先插播最新消息 金正恩恐怕真的是要去北京了 因为中国北京火车站刚刚发出了通告 显示呢 5月27号 28号 还有6月12号 13号 这几天 北京来往大连 丹东等地的列车 需要停驶 也让外界怀疑 北海领导人金正恩 可能第三度访问中国 以配合他专列的行驶 这是我们说到的最新消息 好我们来看到 全球暖化影响的层面 现在非常的广泛 科学家呢 甚至有了最新的警告 也就是呢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会让我们吃的米都失去营养 也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 营养不良 而暖化导致海平面上升 则会让岛国面临了淹没的危机 现在有科学家就提出要建立 叫做漂浮国家的观念 让人以海为家 甚至在大海上立国 这个所谓的漂浮岛国计划 就在2022年 在大西地所属的 法属玻里尼西亚 要建立全球第一个福岛 用自己自足的形式来运作 有自己的法律 甚至有自己的钱币 这个海上乌托邦 如果成功的话 也将会为全世界的气候难民 带来新的希望 Rotterton 白米饭 但台湾民众几乎每天都会吃上一碗 不过随着暖化的主因 石油煤炭燃烧下 温室气体不断排放出来 最新研究证实 当二氧化碳浓度越高 到米内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全部都会更少 许多科学家警告 二氧化碳浓度已在变高 地球暖化更加严重下 不止粮食危机 融冰增加后的海平面上升 为在南太平洋的法属玻里尼西亚 感受很深 大属玻里尼西亚 面临存亡关键 政府倒是找上了 美国溪谷的研究机构 签署备忘录 要在大海上造出漂浮家园 漂浮岛屿设计顺应当地的地理环境 预计可容纳250到300元 而这个海上家园希望能成为许多岛国民众 当海平面上升失去土地后的暗生之处 因此收容各国气候难民后 漂浮岛屿会另有一套运作制度 漂浮国家要能收容气候难民 经济便非常重要 因此岛上的商业中心被设计成不受政府监管 使用专属的加密货币 希望吸引新创公司到漂浮岛上发展 促进经济 第一座示范岛希望在2022年完成 如果成功 有望为太平洋岛国带来新希望 多次新闻江一清 领培一报道 而这座岛为什么会被称为骷髅岛呢 说到了美国纽约 你想到的可能是热闹繁华的街景 但是这个地方也是纽约 这里却是一个万人种 它位在美国东部外海一个叫做Hart Island 也就是哈特岛这个小岛上面 这里因为过去的历史因素 满有超过百万具的无名湿 而且现在因为潮水的冲刷 水石流失非常的严重 近年来大量的骇骨甚至因湿外漏 真的成了骷髅岛 纽约市外海有一个人烟罕至的小岛 最近成了焦点 哈特岛上供埋了超过百万具无名湿 数十年来无人问问 平时也无人管理 由于这个小岛位于海河交界处 潮水长期冲刷 土壤严重流失 2013年山迪飓风蹂躏后惨不忍睹 如今岸边湿海外漏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 过去许多父母也会把早妖婴童埋到这里 没想到如今竟得面临另一种痛 怎能心安 而且此岛交通极为不便 来一趟得几个月前就预约 美国联邦政府在2015年拨款1300万美元的急难休难款 但哈特岛要重建 谈何容易 计划排到了2020年 走到岛上空旷处 尝试不可思议的安静 这里过去承受过战俘 盖过疗养院和赶化院 最穷最被遗忘的一群才会留在这 而即使变成了海骨 仍无法入土为安 也让骷髅岛成了另一个名字 东西新闻 邓宇清河中综合报导 而另外这个黑暗时刻 不是蝙蝠侠的 是钢铁人的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最近似乎真的是货不单行 不但车主发生了致命车祸意外 美国消费者报告杂志也批评了 特斯拉的Model 3刹车出现了重大瑕疵 这个刹车需要的距离甚至比福特货卡还要远 那么这样子一个报导 现在惹得执行长马斯克非常的不高兴 他现在要对媒体宣战了 放话他现在要成立一个网站 让大家来评论媒体报导的真实性 在雪地中快速过弯奔驰 特斯拉Model 3在广告中展现无比的性能 但在现实世界中 特斯拉生产却碰上瓶颈 进度严重落后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权威评测机构 消费者报告杂志指出 这款电动车的刹车有重大瑕疵 Model 3在时速100公里时 从踩下刹车到完全近距 需要的距离为46公尺 甚至比福特大型霍卡还多了两公尺左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个月20号 特斯拉电动车又在加州再传车祸事故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当时是否是在自动驾驶模式 不过正因为特斯拉评评受到媒体检视 让马斯克很不开心 直接骂记者问白痴问题 一点都不留情面 同时马斯克周三也在推特发文 炮轰媒体 假人假意的媒体巨头 总是声称在报道真相 实则是包括唐一的谎言 他还决定仿照商家评价网站 Yelp.com成立评浪媒体业网站 让大众未报道的真实性评分 一项野心勃勃的马斯克 竟然又宣布从本月中旬开始 接受全轮驱动 聚双发动机性能的Model 3订单 而且预定7月开始生产 令人质疑旧款产能都落后了 新款真的能如期交车吗 而除了内忧之外 特斯拉的外患也不少 包括法拉利 宾士等传统高级车厂 最近都开始研发电动车 并是更以公路上的游艇为设计概念 从0到100公里加速不到4秒 再加上5G行动网路上市后 车联网科技也是传统车厂压宝的重点 就像把苹果Siri搬到车上来 靠说话就能执行指令 不管是要找餐厅还是要喝咖啡都没问题 从发射火箭探索火星 到研发时速超过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 有矽谷钢铁人支撑的马斯克 一向勇于颠覆传统 个人魅力十足 不过在传统车厂纷纷投入电动车领域之后 特斯拉是否还能独领风骚 外界都在等着看 多次新闻邓宇清 中程节报导 而这样子的做法则是被外界批评简直是畏君子 这是在日本的一个现象 现在在日本为了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竟然会用留学生打工的方式 先吸引了很多年轻学生到日本去打工 结果这群年轻学生反而成了用完就丢最廉价的劳动力 他们专门就是来上超商的大夜班 或是一大早的送报声 而劳团认为说 日本是想要 但是却偷偷摸摸的在做卫君子 但是劳团也批了 日本是卫君子的话 台湾的状况简直是真小人了 因为台湾是用制度在引进外籍移工 但是不但没有给移工们合理的工作环境 就连待遇都十分苛刻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这日日本企业在越南的培训基地 来上课的年轻学员都是要去日本打工 而且很明显打工的地点就是超商 但是明明都是年轻的学生 却为何要去超商打工 原来这是日本相当流行的做法 用留学生的名义 吸引国外年轻学生 到日本付出最基层的劳动力 越南籍的学生 他可能家里是卖了家里的 或抵押家里的房子 然后凑了一笔钱 作为仲介费到日本去 结果因为他是学生 所以他的打工的时间 基本上是有所限制的 更何况在这样情况之下 为了还债 为了生活 他们可能必须要非法的打工 那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他们饿到没办法的 就是要偷山羊来吃 年轻的学生有着新鲜的肝 他们轮值大夜班 做着日本民众不愿意做的工作 只为了议员仲介跟他们说的 能赚大钱的美梦 可是事实上 他们时间一到就得回国 之前的付出全都是过往云烟 别以为压榨外籍移工的案例 只有在日本 台湾更是清楚于蓝 那日本呢 要几个家庭 就是要为这个资方省 劳动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然后就用各种方式 比如说研习医生这样的方式 这些学生在日本遭受 非常不人道的待遇 那当然台湾是比较是真小人 反正我就要 然后我就用制度的引进 劳工团体形容日本是伪君子 台湾则是真小人 我们找到一位长期受到 雇主压榨的外籍移工 他说来台湾的第一年 每天工作20个小时 薪水却只有200块钱 我们跟我们说来台湾 应该你的生活比较好一点 就拿到很多钱 就是很甜很甜的秘密 就这样给我们做梦 比较很高很高 丁丁妈妈来台湾9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还完所欠下的贷款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有打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让这些移工可以有一个 比较平衡也比较公道的 一个生存的条件 如果我们不愿意雇主压榨 我们是不是也该帮他们 争取该有的工作环境 东森新闻 欧英军 郑和铭 台北采访报道 好 我们插播最新的消息 这个转变实在太快了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川金会竟然又死灰复燃了吗 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 他自己喊咖了川金会之后 不到24个小时 川普刚刚又跟记者表示 他很可能会按照原先计划 也就是在6月12号跟金正恩见面 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在新加坡 还是在别的地方呢 锁定东森新闻 我们都会有更进一步的报道 好 另外来看到是民进党 确定不理让台北市长 柯文哲之后 民进党籍的副秘书长李文英 随即请辞获准 现在就连副市长陈景俊也将在28号 向市长柯文哲提出辞呈 而柯文哲表示会有未留之意 但是陈景俊辞意坚定 他说他在这一段期间 扮演白绿间沟通桥梁的角色 已经心力交瘁了 需要休息沉点 一句心力交瘁 倒进自己卡在白绿间的尴尬窘境 有着民进党籍的北市副市长陈景俊 词意坚定 其实我本来就希望他留下来 因为他的工作 其实他working schedule 就是工作行程都已经排到年底了 要未留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看看陈景俊和他口中的好长官柯文哲 一同站在背询台上 也不会言的说是政治立场 让他无奈的把改革理念抛到九霄云外 我最好楼退我都没问题 如果完全是以市政的角度 以建设的角度 人民扶植的角度 这个思考来 那就没有所谓的蓝白或者蓝绿之间的一个对抗 言谈间透露政治色彩 凌驾在市政专业上的白般无奈 柯文哲也向议员土星生 表达自己人不明白 为什么被民进党分手 我们是被分手的我也不晓得 那你认为呢 你真的了解蔡总统的台湾价值吗 我们两个交情不错 你不要问我这种题目 拜托 关键字台湾价值一脱口 柯文哲马上求饶 而正逢我国刚少了邦交国的窘境 柯批的两岸论述 又成了议员直询考题 在目前战略应当是不刺激 不示弱 不动气 应该是这样 国家外交遇挫折 柯文哲呼吁要从城市外交突破困境 只是面对白绿关系也受挫 柯文哲这回不同以往 倒是借机先向蔡英文释出善意 来看到新北市长的选情方面 民进党的参选人苏贞昌 不但是找了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担任竞选总部主委 甚至还拜访了前总统李登辉 而对手侯友宜就回应了 对手是用总统规格打选战 他自己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 看见雕塑大师朱鸣 苏贞昌不顾形象冲冲冲 选举要靠老朋友 也要认识新朋友 但苏贞昌最开心的时候 是遇到小朋友 有效有效 做爷爷的人习惯当个大玩具 就连和前总统李登辉见面 也是满口小孩精 第一次把他争孙女的照片 秀给我们看 很可爱 他老人家谈起他的真孙女 他很得意 很高兴 他本来就是新北市三只的人 那过去我当台北县长 就受他很多指导鼓励 我在找年轻的小虾米 来对抗总统大咖的大井鱼 大家要看看 到底我们年轻的小虾米厉害 还是总统大井鱼厉害 五支对手打出总统牌 侯友宜要带年轻团队迎战 首要战略是汗基层拌钢金 民进党籍里长主办的餐会 也出席各种用意 不言自明 夹菜看似自言自语实则别有用意 苏贞昌阵营近期抛出的新闻话题 都是针对现任新北市长朱立伦 似乎不把侯友宜放在眼里 我只要四年重视我 看得起我 没有把我边缘化就好了 我没有来新北市政府之前 我就叫做侯友宜 侯友宜在全台湾就这么一个叫侯友宜 侯友宜做什么事 都是我自己决定 成功失败自己负责任 艺人做事艺人当艺人审举艺人扛 想跟朱立伦划出界线 更希望自己才是选战焦点 东森新闻SNG小组 李世奇李立真在新北报道 说到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 达温西密码很多人都看过 作者丹布朗现在正在访问台湾 也接受了东森新闻的独家专访 不过其实丹布朗 他并不是第一次来到台湾 他说其实不管是中正纪念堂 或台北101都让他印象深刻 但是他也透露了 其实他心里的蓝灯教授 并不是汤姆汉克斯 那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 回回四年知名作家丹布朗 带着达温西密码续集来到台湾 这位史上阅读率最高的作者 和台湾其实颇有言缘 画面上被小朋友团团围住的 金法少年就是丹布朗 35年前他曾随合唱团来台湾表演 我在台北在1983年 这会让我20岁年 我在山海祭祝福祝 我认为这是一位最美的地方 我曾经看到的最大的门 我曾经看到的最大的门 我会说的 35年后再次造访台北的蜕变 让他惊艳 事实上丹布朗作品 对故事发生所在的城市 精彩细密描述 包括达温西密码里的巴黎 知名博物馆罗浮宫 天使与魔鬼的罗马和帆地冈 圣博多路广场 以及地狱里的威尼斯和佛罗伦斯 随着小说电影大卖 书迷影迷们跟着蓝灯教授脚步 前往朝圣 带动了当地观光热潮 丹布朗最新立作 则选在巴塞隆纳和马德里 内容展现更大的企图心 新作大量讨论热门议题 人工智慧 丹布朗对AI持正面看法 大家熟悉的蓝灯教授 丹布朗透露 当初心中另有奇人 当年的偏偏少年 如今的知名畅销作家 丹布朗曾经经历探索人类起源 应该没有料到和台湾的这段缘分 而这位被称为上帝之声的美国男星 摩根费里曼则 是卷入了性骚丑闻 他也已经向受害者道歉 美国男星摩根费里曼 曾经被复比试杂志评论为 最有信赖感的名人 但如今被爆出了性骚扰丑闻 费里曼被指控的行为 包括盯着女性的胸部 抚摸按摩女时牺牲的肩膀 甚至有被害人表示 在担任制片助理时 费里曼不止一次试图撩起她的裙子 你怎么说 我离开了 我欲求你 现年80岁的费里曼 曾经演出过王牌天神 和黑暗骑士等快智人口的电影 虽然费里曼表示 从没有意图侵犯他人 也透过媒体 向被冒犯或感到不被尊重的人道歉 不过后续的风波 恐怕不会轻易平息 东森新闻江一清 吴文哲报导 柬埔寨1863年 被法国殖民 长达90年的统治期间 在柬埔寨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法国特色 像是当地的中央市场就很特别 带你一块来看看 独立纪念碑金边人的精神堡垒 是为了纪念柬埔寨脱离法国殖民而建造 那现在呢 整个纪念碑的周边 已经成为金边市民的休憩场所 1985年建造完成 柬埔寨独立之路 是牺牲数以百计的生命换来 纪念碑耸立就像莲花 绽放在金边市中心 法国殖民90年 尽管是东南亚国家 却处处存在浓厚的法国风情 这里是柬埔寨金边 在我后面这一栋爱黄色的建筑物呢 是法国执迷时候建造的 这里呢 也是金边人的中央市场 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特产 带你一块来瞧瞧 这栋在1937年 由法国人建造完工 巨大的圆顶下 看不到一根柱子 黄与白的配色金碧辉黄 中心点卖的是珠宝和金瓶 法式建筑 简是商贩 到处都是比价的消费者 当地人有一说 喊二乘四 也就是喊售价的两折 最后会以四折成交 东南亚酷热 法国人只好往山上走 避暑圣地波哥山 气候凉爽平均只有20度 19世纪的法国天主教堂 红砖墙斑驳布满绿色青苔 俯瞰云雾缭绕 仿佛置身欧洲国家 拿白饮冰酒就堵成皇宫酒店 波哥沟 1925年开张 是法国殖民时最豪华的饭店和赌场 历经印度支那战争和赤简内战 翻修过后仍然保留历史足迹 也成为波哥山上最具指标的法式建筑 东三新闻 吴东蔡卫军柬埔寨金边采访报道